好,這條題目就考關於simular的,我們先看一下partA partA就說有兩個球體,這兩個球體 當然這個area ratio就是4比9 area ratio 4比9 這個是很大的資料,因為球體是simular 你拿兩個球層出來比較,變成 然後radius的resal,二次就等於4比9 當中大一點的radius,你會知道 大一點是9gm,我們這個位置是9gm 就是說r1over9就等於2over3 你做一個開方,所以radius1就是6 就是小這個球體就是6gm 變成volume of more br就是4 over 3π radius3次 我計算到是2008π cm3次 然後看看partBoy partBoy就說上面兩個球體 就融化了,變成兩個cone 你要知道融化了的話 他們的volume一定是相等的 即是原本兩個球體分別就是 4 over pi 6 3次 和4 over pi 93次 4 over 3π 對不起,4 over 3π 那就會等於什麼? 就等於那兩個cone的volume 增加了,其中一個cone 就是3分1π radius2 height 那你一個cone 你一個cone 其實都是這樣計的 那就加3分1π radius2 height 然後你就 solve fixed equation 那就計算到height 好了,這個是288π 剛剛計算了 這個就是972π 這個就是972π 這個是120π 這個就是48π x 接著呢 288加972 2-120 就是1140π 等於48π x 那就計算到h 那就計算了 是23.75的這個h 那怎樣證明兩個cone 是不是相似? 你其實就看 那兩個cone 一個叫做 radius2 height height 或者你拿個radius2 看一下 是否等於height height 因為如果兩個cone是相似 他們應該 就發生一件事的就是 先說給你看 應該發生一件事就是 這兩個radius的比例 是會等於這兩個height的比例 如果是相似的 如果是相似的話 那你就計算一下 是吧? 計算一下 這個racial 好了 這樣呢 這個radiusracial 通常我都是小除大的 小一點那個呢 就是6 大一點是12 那就是1比2 那height ratio呢 那height ratio呢 小一點那個呢 就是多少 小一點那個是10 大一點是23.75 那很明顯就不等於1比2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no 了 他們就不是相似的